今集的一週新聞回顧有 日本Apple Store取消遊客免稅 常有其他地方可以買免稅iPhone Netgear推出旗艦級Mesh Wi-Fi 產品 Aubrey ROBKE 963 新一代Apple Airpods Pro 功能大升級 NVIDIA 新卡GTX 1630 鐵定6月尾推出 最近有關日本的話題 都離不開日元匯價大跌 加上日本恢復接待外國人的旅行團 如果去日本旅行的話 無論如何都要去購物 早前朝日電視台 就做了一個有關遊客消費的專題 原來有人去日本Apple Store買iPhone 因為現在日本是全球買iPhone最低的國家 加上可以扣除10%消費稅的話 和在其他地方買機的差價就會更大 不過這個方法 除了日本Apple Store宣布 在6月21日開始會取消外國遊客 和非本地居民購買Apple產品時享有的退稅優惠 底上加底的情況就沒有了 不過想買Apple產品又可以退稅 其實還可以去Beat Canberra 又或者Yodobashi等大型連鎖店入手 不知道大家有機會去日本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順便去買Apple產品呢? WiFi 6E世代來臨 有關的網絡產品都慢慢上市了 上星期 LEDGEAR推出了旗艦級的產品 OBRIED RBKE963 成為了市場上最頂級的Mesh Wi-Fi產品 OBRIED RBKE963屬於三件套裝 提供AXE11000速度規格 細頻設計支援6GHz 而其中一組5GHz的頻譜 會作為內部傳輸專用的必號 6GHz對應160MB傳輸 最高理論速度可以去到4800Mbps 作為旗艦級產品 OBRIED RBKE963主機會有一組10GB RAM界面 亦有一組2.5GB RAM界面 和3.1GB RAM界面 有線連接方式可以說十分齊備 既是支援Wi-Fi6E 又是旗艦產品 OBRIED RBKE963定價當然會較高 三件裝的售價是14600元 究竟這款Wi-Fi6E Mesh Wi-Fi有多厲害 那就要密切留意我們頻道的新片 今年大家都會預計 Apple在9月推出新一代iPhone 與此同時亦會推出新一代AirPods Pro 最近有傳聞 新一代AirPods Pro功能上會有大升級 近期有傳聞說新一代AirPods Pro 會採用更新版本的Apple H1晶片 只要改善連線穩定度、減低功耗 和增強降噪功能 而且會有自動調節降噪的能力 耳機部分會用新的單元 和高動態範圍擴音器 加上有傳聞說會支援ALAC編碼 預期音色上會比上代更好 除此之外 新一代AirPods Pro更有機會加入深律感應功能 透過耳朵就可以偵測到深律的變化 真的有這個設計的話 大家又覺得有沒有用呢 新一代AirPods Pro更加在充電盒上改良 預計會改用USB-C介面 另外有傳聞指出 充電盒旁邊會有麥克風作為收音 可以將聲音傳到新的AirPods Pro上 成為聽將人子的助聽器 如果這個傳聞功能實現的話 可以說是設計上的大躍進 但傳聞新一代AirPods Pro會加入這麼多新功能 價錢上當然會比AirPods Pro更貴 不知道大家又會覺得賣多少錢呢 最近的顯示卡無論低階或高階都有所減價 不過傳聞就說NVIDIA在這個時候都會推出新卡 說的是彈出彈入幾次的GTX 1630 有外媒就說GTX 1630最終鐵定會在6月28日推出 具備512組Cuda核心 和64bit 4GB GDDR6的憶體 規格甚至可以比GTX 1050Ti更弱 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功耗只有TDP 75W 基本上是不需要6PIN額外供電 理論上是適合薄新的Low Profile系統 只不過日前流出的Colorful GTX 1630 圖片 就不知道廠方為何要繼續推出雙風扇大卡規格 甚至還要加一個6PIN上去 難道低卡卡都是越大張越吸引? 本周精選新聞就是這麼多 看著的你們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要記得按新片提示的鈴鐺啦 請換師傑 理論上是′ 社群體字阻止 理論上方排 質詞 最高確千 最高確千 是 超舌